第1411章 神君巨兽 小说 逆天邪神 作者 火星引力 看着本要离开的云彻忽然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身上的气息也明显大变 众人皆是心里一紧 幻言成主问道 恩公前辈 可还有什么吩咐 云彻缓缓转身 沉重的脸色和幽冷的目光让所有人心中陡声不安 他问道 在银血界 有没有神君境的玄兽存在 这 幻言成主愣主 其他守成选者也据是一连猛 银血界中 成就神君境的共有两人 分别是兵皇三十六宫总公主穆兵云和大长老穆幻之 对这个幻言成而言 神王都是神话般的存在 神君境 那是他们根本无从接触的层面 自然也根本无法回答 有 穆罕燕回答道 晚辈数年前曾听师尊偶然提起 银血界不但存在神君境的玄兽 而且共有三只之多 分别隐于北域 东域和南域 是银血界所有玄兽的总霸主 但他们从不会踏出自己的领地 也从未有人见过他们 发现并知晓他们存在的 只有宗主 也就是我们银血界的大界王 穆罕燕回答得很是详细 然后试探着问道 林前辈此来银血界 莫非是有所耳闻 想去拜访这类玄兽霸主 云彻默默盯了穆罕燕一眼 我像是这么脑子有坑的样子吗 那些高等玄兽 几乎从不踏入人之领地 但同时 他们的领地意识也极其之强 去拜访 身为人类敢踏进其地盘 直接就等同于是挑衅 你们快走 云彻目光转回 冷冷地道 前辈的意思是 带上木飞雪 赶紧走 云彻脸色沉得吓人 木飞雪 这 众人更加猛逼 云彻双手紧钻 直钉前方 却发现后方众人依旧没有动静 顿时暴跳 我的话 你们听不懂吗 赶紧走 再不走就 他声音戛然而止 呼 已经来不及了 哄 刚平静的血域忽然猛烈震荡 随之 一声几乎将苍穹震裂的咆哮猛然传来 吼 大帝翻腾 咆哮惊天 一瞬间 所有兵皇弟子 守城悬者都被震翻在地 一大半人蹊跷溢血 而先前已受伤的悬者 更是伤口崩裂 吐血不止 云彻第一时间伸手 一股悬气护在了木飞雪身上 否则 他刚刚才压下去的伤势 必定全面崩裂 怎么回事 幻烟城主的声音哆哆嗦嗦 根本无法控制的颤抖 可怕的咆哮声中 一股恐怖绝伦的 凌压远远照下 那是一种完全超越 他们认知和想象的力量 比方才的两只兵和巨兽 要可怕何止千倍万倍 木寒烟半跪在地 全身发颤 竟是许久无法站起 战力之中 他忽然想到了 云彻刚才所问的问题 瞬间瞳孔失色 惊声道 灵前辈 难道 难道 这个小城运气不错 云彻盯着前方道 居然引来一只神军兽 能让这玄兽总霸主离开领地 看来被触怒得不轻啊 十 十 十 云彻的话 字字如轰雷 惊得所有幻烟城选者 亡魂皆冒 除了幻烟城主 他们这一生 连神军进的选者都无缘得见 更从不知会有一只神军进的玄兽霸主 隐于同一方血域 他们根本不敢相信 小小幻烟城 何得何能引来一只暴怒的神军兽 钱 钱钱 钱辈 穆寒烟的声音 依旧在哆嗦 若真是神军兽 我们该 怎么办 钱辈 可有办法 我能有个屁办法 云彻有些烦躁的道 他现在越发怀疑 自己不会真的是个灾心吧 这幻烟城如此之偏 如此之小 在银血界 明显就是个鸟不拉屎的小城 居然会引来一个踏出领地的神军兽 神军进的力量 他断然不可能强行抗争 总不能再拿命开一次彼岸修罗 要逃走倒是轻而易举 目飞雪 还有这里的所有人都必死无疑 你们尽可能地逃吧 云彻微喘一口气 逃得越远越好 是生是死 就要看你们自己的命数 说话之间 云彻的身上旋气爆发 卷动起一股庞大窝流 前辈 你 我试着将他劝退 若是谈崩了 顶多也只能拖延实戏 话说一半 他身影一晃 出现在了目飞雪身边 丝毫不顾他 可能有的反应 手臂强硬地揽在他的腰上 我能保住的 只有他一个人的命 你们自求多福吧 说完 他在所有人呆然中化作流光 没有给他们任何反应的时间 若使用顿月仙弓 他倒是可以马上就很多人 他出手相助 已是人至一尽 岂能为了不相干之人 暴露顿月仙弓 而目飞雪 他既已经成为 沐玄英的清传弟子 若他死了 沐玄英定会失落 同时 这也算是当年将他亵渎 损他名声的些许弥补吧 几乎在同一时间 远方的天空 出现了一道巨大的白影 白影出现的刹那 众人感觉 仿佛整个天空都压了下来 心中的惊恐 再次放大了数十倍 师兄 怎么办 早 可非雪师姐他 林前辈说 他能保住 飞雪师姐的命 我们只有相信 全部散开 走 城主大人 快走 面对庞大兽巢 和两只神灵兽 他们会拼死反抗 但神君兽 在其面前 他们皆如蝼蚁 根本不可能 生出半点抵抗之心 他们再不敢有半点犹豫 亦无从去顾及 幻淹成的安危 全速顿离 唯有云彻 带着木飞雪 直冲 那只苍白巨兽 视线之中 是足有三百多丈的 庞大身躯 比方才灭杀的 冰河巨兽 还要大上数倍 他一身雪白 若是收敛气息 握于血域之中 将和整片苍白的天地 完美相容 感受到云彻临近 他没有再向前 只于空中 一双深蓝巨谋 和神君静的庞大气息 将云彻 这个气息最强的人类 牢牢锁定 云彻带着完全处于 被动之态的木飞雪 停身于苍白巨兽前方 相较之下 两人的身影 可谓无比之微小 你 木飞雪想要开口 别说话 云彻低声道 他看着苍白巨兽道 这位前辈 你身为银血 兽族之尊 今日为何屈尊现身 犯一个小小的人类之城 轰隆 苍白巨兽 巨壁麾下 苍穹震荡 他的声音也带着怒气 传遍周围整片血域 本王从未触犯过你们人族 但这一年时间 你们图了本王多少的子民 卑劣的人类 居然还有颜面反质问本王 云彻一时无言 很想狠对一句 你特么吓 分明是玄兽先发狂 踏入人的领地 前辈暂且息怒 云彻抬手道 相信前辈不会察觉到不到 你的子民这一年来 大量出现情绪异常 拖出领地 攻击人类 我们人类也是出于自保 住口 苍白巨兽咆哮 无论何种原因 本王在这一方天地的子民 短短一年时间 折损近千万之数 而这些皆是败人类所赐 本王岂可再坐视不理 那你可要想好后果 这只银血兽中帝王 既踏出领地 显然已是圣怒难意 想凭借言语平息 他的怒意 是根本不可能的 云彻的脸色陡然冷下 语气也变得阴沉 以你的层面 应该知道 银血界的大界王室 何等人物 你若出手 他必不会无动于衷 到时 不光是你的子民 连你 也要永远葬身于此 本王既已踏出领地 便已不惧任何后果 云彻的劝告毫无效果 反而让苍白巨兽更加愤怒 我们玄兽一族伤亡无数 四方凋零 该是你们人族付出代价的时候了 这只苍白巨兽 显然不是受飞红影响 而是在无数玄兽暴乱 灭亡 逐渐凋零后 再无法保持平静 拖了这么长的时间 已是在云彻意料之外 苍白巨兽怒气爆发之时 云彻的手臂已向后一环 将木飞雪更加报警 低声道 不用担心 死不了的 木飞雪 好吧 既然如此 云彻双目弥想 刚才那群御工 这座人类冰城的玄兽 我杀得最多 嗯 也就十几万只吧 嘿 都快被我杀光了你才出来 他不过也是只缩头乌龟 云彻的话语 对圣怒中的苍白巨兽而言 无疑是火上浇油 让他一双深蓝色的兽铜 都染上了数分星红 既然想向我们人类报复 那么 有种就先来杀了我啊 让我看看 你有没有那个本事 大吼声中 他身上玄气爆发 如雷霆般暴射而出 飞向的 正是和幻烟城相反的方向 权力盾逃中的兵皇弟子 和护城选者 都在此刻回头 看到一点流星 急飞向远方 他们清楚 这是云彻用生命 为他们争取逃走的时间 心中深深触动 当然 他们并不知道 云彻用自己为耳 将其引开是真的 但压根不会有什么生命危险 苍白巨兽暴怒 巨爪挥舞 苍穹陡然暗下 无数冰川凭空显现 飞向带着木飞雪 瞬间远顿的云彻 但 又在下一瞬间 这些冰川忽然定格 然后诡异地消失 正要扑出的苍白巨兽 也如被万月压身 死死地定在了空中 本章完 第1412章 神主破云 小说 逆天邪神 作者 火星引力 锁定自己的灵压 忽然消失无踪 覆满天地的冰寒 亦全部消散 转为一片骇人的灼热 云彻身体停住 漠白的天空 映上了一层淡金色 而一束金色火焰 从天穷射下 直中苍白巨兽的身躯 然后毫无停滞 灌体而过 将庞大的巨兽躯体 有着神君之力的躯体 一瞬切断 金屋炎 难道是 云彻眉头沉下 一声轻念 目飞雪 要空的炎光 释放着金屋的神息 而将苍白巨兽 一瞬斩断的炎剑 分明是金屋焚尸路中的 黄金断灭 云彻停了下来 远处 陶盾中的冰皇弟子 和幻烟玄者 也全部停了下来 呆呆地看着远方天空 在一道金色炎光下 断成两节的神君之躯 这无疑是他们 这一生所亲眼目睹的 最震撼的画面 碰 碰 两节巨兽之躯 一前一后重落在地 引得大地颤荡 随之 下方的含血与冰层 急速融化 让整整几十里血域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陷落着 神君境的霸主玄兽 纵身体断裂 亦不会马上死去 他的身躯被斩裂的同时 可怕的金屋炎力 已暴窜至他的身躯内部 将他的内脏 命脉全部分绝 云彻目光尚移 心中震动 他的剑文 已远不是当年 那个出入神界的云彻 刚才的那一瞬间 分明是神主境界的灵压 虽然他的旋力才是神王境 但他已接触过太多的神主 还在新神界 亲自和一个神主交手过 不会实错 而且 那一瞬间的灵压之强 绝对还要 胜过他在新神界拿命拼死的 一级神主新名字 在云彻任之中 当时金屋炎力最强者 誓言神界金屋宗主火如烈 他的修为是神君境后期 这个人 一个名字在脑海中出现 让他目光猛地一凝 难道是 被蒙上淡金颜光的上空 一个火红的身影缓缓而降 出现在所有人视线之中 远远看着这个身影 云彻的目光短暂定格 火 破 云 红色的身影一闪 已瞬间出现在了他的身前 目光从云彻身上一掠而过 落在了木飞雪的身上 急切地道 飞雪仙子 你果真在这里 刚才真是好危险 察觉到木飞雪异常的气息 他眉头一动 你受伤了 眼前一身炎衣 忽然现身 有着神主灵压的男子 赫然正是火破云 云彻怎么都不可能想到 自己刚回银雪界 竟会在这个银雪界的偏远之地遇到他 时间算来 他和其他天选之子 已在一年前完成了骤天神境三千年的修炼 而刚才的那一瞬灵压和那一季黄金断灭 无疑说明 他在骤天珠中所得的成果 远远超出了颜神界当年的最高预期 他成就了神主 而且还很有可能 不是初期神主那么简单 也意味着 他从当年年轻一辈的佼佼者 成为了当时最高层面的至尊强者 毫无疑问 如今的他 必已被举世瞩目 成为颜神界历史上第一个神主的他 不但是颜神界最大的骄傲 很有可能 颜神界已因为他 而跻身尚未新界之列 我没事 些许小伤 穆飞雪道 感谢火哨宗主 再次出手相助 再次 这两个字让云彻心中微动 他一察觉到 对于火破云的出现 他似乎并没有太多惊讶之态 举手之劳 不过 你看上去伤得并不轻 真的不要紧吗 火破云担心到 他的目光在这时转向云彻 看到他揽在穆飞雪妖上的手臂时 眼眸深处明显闪过一抹一光 这位是 云彻心中感慨 没有了危险 他的手臂 也自然地从木飞雪身上松开 微笑道 在下凌云 火破云明显地变了 当年的火破云 是一个极为纯粹的玄道之痴 所有的心力 意志 都执着于金乌严厉 成就惊人的同时 性情亦格外单纯 阅历浅薄 心境意识薄弱 被君吸泪一剑 就击溃了信念 云彻只须一眼 就可以看破他的心事 但 如今的火破云 他的相貌没有太大的变化 身材更加的挺拔 气场则完全的变了 无比的厚重磅礴 如一方天地的无上帝尊 他的一双眼瞳 也在没有了曾经的单纯清澈 而是深邃的 让云彻都无法看透 刚才人为现身 便直接出手 击杀一个神君玄兽的果决 也是曾经的火破云 绝不拥有的 三千年 那毕竟是三千年 能改变很多很多的东西 甚至可以将一个人 变成完全不同的另外一个人 但 亦有些东西 却又非时间可以改变磨灭 原来是灵兄弟 火破云点头 看来是你救了飞雪仙子 在下阎神界火破云 因是来迟 好在有你仗义出手 不过 灵兄弟看上去 应该并非阎雪界的人 为何会在此处 云彻笑道 在下只是刚好路过 破云兄是阎神界的人 不也在此处吗 火破云也微笑了起来 虽以为傲视神主 但面对气息为神王境的灵云 却毫无高高在上的傲然之态 我阎神界与银雪界一向交好 近年玄兽动乱频发 在下依儿常来银雪界 相助依二 今日听闻飞雪仙子 亲自赶赴北域 便匆匆而至 没想到 竟是险些晚来一步 火破云轻吐一口气 看得出来 他是真的有些后怕 一只神军镜的霸主玄兽 踏出领地 这绝对是足以震动 整个银雪界的大事 原来如此 云彻用眼睛的余光 撇了沐飞雪一样 心中一声颇为复杂的叹息 很显然 火破云骨子里的执着 并不单单只表现在玄道之上 当年 他对沐飞雪一眼失魂 那时 云彻就在他的身边 亲眼所见 那时他虽然看得清清楚楚 但并没有太往心里去 毕竟 生于银雪界 拥有冰黄血脉的 沐飞雪冰雪为荣 寒玉为夫 对任何情斗 出开阅历浅薄的男子 都会造成极大的杀伤力 而三千年 整整骤天三千年 他竟是没有断念 云车就算是个傻子 也能一眼看出 火破云出现在这个 他绝不该出现的地方 只是为了沐飞雪 成就神主 俯视天地的人物 却跨越星界 专程去帮助其他宗门的弟子 能让一方神主如此的 怕是 唯有红颜祸水 这份执念 在云彻看来 似乎已执着的有些吓人 想着沐飞雪的性子 再想到师尊的性情 云彻略微有些头疼 当年在悬神大会之前 他就告诫过火破云 沐飞雪是个几乎 不可能生情的人 昼天三千年是不假 但那毕竟是封闭的世界 火破云旋力修为脱胎换骨 但对付女人嘛 云彻十足时地相信 她在自己面前 依然是个弟弟 但这个东西是交不来的 而沐飞雪 又偏偏是那种 情感被封印最彻底的女子 火破云触动她的心弦 难啊难啊 也不知这两人 将来会有怎样的发展 在他们交谈间 冰皇弟子和幻烟旋者 也已迅速飞至 沐含烟在前 向火破云道 果然是火哨宗主 感谢火哨宗主 又一次出手相救 她虽在感谢 但表情明显透着些许异样 她说出的话 分明提到 又一次 嗯 举手之劳 不必接怀 火破云自然回礼 毫无傲态 出手相救 还向一个只有神洁静的 年轻弟子回礼 说她是整个神界 最亲和的神主 毫不为过 幻烟城主带领一众守护选者在后 一时之间不敢相信 她嘴唇哆嗦了好一会儿 才又是激动 又是战战兢兢的道 这位 这位尊者 难道就是传说中的 金乌少宗主 火破云微笑点头 正是在下 听着火破云的亲口回答 脑中 是那只神君巨兽 被一瞬断灭的金氏画面 她全身都开始哆嗦了起来 然后猛地跪拜而下 在下是这幻烟城城主 能亲身见到传闻中的金乌少宗主 阎神界的至尊神主 实乃 三生万幸 金乌少宗主出手相救之恩 幻烟城万事难保 请受我等一拜 云彻斜了她一眼 傅匪道 好歹是个神界选者 和一城之主 你这膝盖 也推不值钱了 众幻烟选者心中的激动 简直无以复加 大界王清传弟子 亲身驾灵 然后又来了一个神王出手相救 随后引来一个千世不出的神君巨兽 最后 竟是得以神主天灵 他们都不知道 今日的幻烟城 这是被奶露神仙 眷顾了 火破云摆首 起来吧 不必如此 然后她目视目飞雪 声音变得格外柔和 飞雪仙子 近期玄兽动向越来越异常 任何意外都有可能发生 你一己为首 卫随长辈 实在是太过危险了 看了一眼四周 她继续道 周围应该没有什么危险了 你受伤颇重 而且似乎损了元气和精血 我来助你吧 火破云化刚出口 还未向前 目飞雪已是第一时间回绝 下意识抬起的手上 还截起了一层很薄的冰晶 不必 我自己便渴 阎神戒那边 定也极不安宁 火哨宗主 又何必总是分心来此 云彻 火破云微笑 对我而言 守护阎神戒 和守护有飞雪仙子在的 银雪戒 同等重要 云彻 哦 我去 嘿嘿 木寒烟轻咳两声 飞雪师姐 你伤势太重 不可耽搁 我们先入城疗伤吧 待伤势稳定 再回宗门 对 对对对 幻烟城主连忙点头 不忘记转身到 金屋少宗主 林前辈 两位恩公也请入城为客 让我等略表感激 好 那就讨扰了 火破云没有拒绝 他的回应 让幻烟城主受宠落惊 惶恐道 不讨扰 不讨扰 云彻想了想 也点了点头 本章完 第1413章 哪哪 小说 逆天邪神 作者 火星引力 幻烟城的规模 和苍风皇城相近 后者在下界 是一国之皇城 而幻烟城在饮雪界 那真的 就是一个贼偏贼小 九城以上饮雪界的人 都叫不上名字的小城 一场守城大战 幻烟城损失巨大 这种情形 幻烟城主 应该全力安排善后 但 由于城中 多了几个吓死人的贵客 他全城在侧作陪 善后之事 皆交于他人 目飞雪开始宁心疗伤 一众冰皇女弟子 在侧守护 云彻站在一处屋顶之上 默默看着远方 窗移遍布的雪域 今日所见 不过是饮雪界 现状的冰山一角 整个冬神域 目前的状况 他无法去想象 而有着蓝吉星的前车之剑 可想而知 若就此发展下去 受影响的玄兽层面 会越来越高 到了某个程度 妖 人 零 也会开始受到影响 到了那个时候 东神域就真的会成为 无比可怕的灾难之地 还会有极大的可能 波及下剑 无论如何 这场劫难都必须阻止 林兄殿 身侧忽然传来火破云的声音 他不知道何时站在了那里 一身红衣 气度非凡 已彻底从曾经的稚嫩少年 成为俯视天地的当世至尊 云彻回首 半开玩笑道 听闻火哨宗主 是经历骤天神境三千年的神子之一 这声兄弟 我可实难当得起 火破云淡淡而笑 骤天三千年 凡事不过三年 虽受缘已在 但论及辈分 还要以凡事为准 云彻也笑了起来 据说能成就神主这将拥有主宰天地之力 受万灵仰望朝拜 像火哨宗主这般毫无灵气的神主 怕是当时唯一了 火破云摇了摇头 林兄弟过奖了 说起来 我反倒觉得 林兄弟才是个欺人 哦 云彻侧目 此话怎讲 火破云直接大喇喇地在他身边坐下 没有半点的神主位移 林兄弟说我没有神主驾驶的同时 自己亦对神主二字毫无敬畏之意 但这一点 林兄弟已非常人 云彻微笑 的确 面对一个神主天将 幻言成主才是最正常不过的反应 而且 不知为何 我对林兄弟总有一种一见如故之感 他看着云彻认真的道 如此 是我的荣幸 我说的是真的 火破云感慨道 这种感觉 已经太久没有过了 林兄弟 你们一定认为 成就神主 便可傲然天下 万灵供养 无所不能 无所不顺 但实则 亦会让人失去很多 应该是些常人无法理解的烦扰吧 云彻道 不 火破云摇头 相反 是一些你们觉得再寻常不过的东西 比如 朋友 云彻 一年前 我离开骤天神境 回到阎神界 成就神主的 我让全界震荡 荣光无限 但 这一年多 我却再也找不到 可以平等诉说的人 曾经的师兄 师弟 师姐 师妹 还有那些我无比珍惜的玩伴 朋友 他们全都变了 应该说 是我变了 无论我再怎么表现的和曾经一样 无论我再怎么表现出亲和 他们对我 总会那么的恭敬和敬畏 而更怕的是 我开始觉得他们幼稚 甚至会觉得他们卑微 无论我怎么压制 怎么努力 这些感觉都根本挥之不去 火破云闭上眼睛 常常呼了一口气 哈哈哈哈 听了火破云的话 云彻却是大笑了起来 破云凶 这绝非你的错 亦非你的损失 而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和修为 心境的提升 你所在的高度 和所看到的世界 与当年早已完全不同 你会有这种感觉 简直再正常不过 就如你现在看三千年前的自己 不一样也很幼稚和卑微吗 火破云烧正 然后微笑 或许 你说的没错 我亦如此想过 但 你只是还未适应而已 我想最多到明年这个时候 你就不会有这类烦扰了 云彻道 火破云目光转过 林兄弟的寿元气息 应该上不到百岁 胸怀却如此豁达 反倒显得我像的晚辈 看来林兄弟这一生定 有过非凡的阅历 云彻笑了笑 位置可否 不过 如果有一个人还在世的话 他一定依旧把我当朋友 可他却火破云仰头 看向苍白的天空 身上气息沉下 满是失落 云彻 成就神主 离开骤天神境时 我本以为我已无所畏惧 可以成为阎神界的永恒骄傲 但 我依旧远比我想象的脆弱得多 在听闻他已不在世上后 我大哭了一场 足足数天才缓过 或许 这世上曾有过能让自己如此的人 也是一种幸运吧 云彻 火破云回神 连忙欠一道 抱歉 似乎说了一堆无畏的话 他是我当年的朋友 如今已不在世 当年 他也是用破云兄称呼我 所以才有所触动 你似乎倾慕于飞雪仙子 云彻冷不丁地问道 啊 火破云微 呃呃 当年的火破云 若被如此问及 定会脸上通红 慌不叠地否认 而现在 他短暂一恶后 欣然点头 不错 在见到他之前 我从来都不知道 这世上竟会存在那么美好的女子 不怕你笑话 火破云笑道 早在入骤天珠之前 我便对他一见铭心 只是那时 我心中狂热而胆怯 觉得自己根本不可能配得上这仙女一般的人 自然也不敢有丝毫表露 骤天神境的三千年中 我心无旁骛 却唯独无法忘却他的身影 那并没有阻碍我的修为 反而成为我最大的动力之一 直到成就神主 离开骤天神境 我才终于有了靠近他的勇气和底气 不过 火破云摇头苦笑 如你所见 他对我根本无动于衷 哪怕我已是如此高度 云彻想了想 说道 以你如今的修为和地位 只要你愿意 万界之中 下至一国公主 上至界王之女 都可任你挑选 你为何要如此执着于他 真正触及灵魂最深处的触动 或许一生唯有那么一次 火破云轻语道 至少 我在其他女子身上 再无法找到那种感觉 哪怕一丝一吼 林兄弟不觉得如此吗 云彻伸手捏了捏下巴 不知道怎么回答 师尊数次告诫我 冰皇女子所修的冰皇风神典 会冻结情感 多少冰皇女子 都是一生孤灵 且极为排斥身负阳气的男子 我这种修炼火焰旋律的 更是极赤 但 火破云又是一生叹息 我难以自控 林兄弟 你可有什么方法 这个 唯有靠你自己 无人可以帮你 云彻只能如此回答 火破云苦涩一笑 站起身来 明明只是初见 却不知不觉 和林兄弟发了如此多的牢骚 还望不要笑话见怪 哪里 云彻笑道 破云兄如此坦诚相对 我有感激荣幸 火破云微微点头 林兄弟看来是喜欢四处游历之人 若他日来我阎神剑 我定会以上兵之礼待之 好 有破云兄此言 阎神剑 我是飞去不可了 云彻大笑道 嗯 一言为定 火破云汗手微笑 红影一闪 已消失在了云彻的眼前 云彻悠悠吐了一口气 男啊 着实是男啊 火破云喜欢谁不好 偏偏是整个银血界最难生情的人 不是一般的男啊 哦不不 先不说男不男的问题 火破云现在可是一个神主 神主啊 当时最高层面的人物 走到哪里 都是神明一般的存在 只要他愿意 想要什么样的女人得不到 偏偏选择一个几乎没有感情的 这都不是一根筋的问题 简直脑子有坑 多少盖世阴结天地亦可不惧 却偏偏过不了红颜这一关 希望火破云不至于如此吧 云彻没有动身 依旧端坐在原地 默默看着远方的血域 思绪早已不知飞向了何方 刚回阴雪界 马上就会返回宗门 他需要思虑的东西 实在太多 时间无声流逝 数个时辰过去 宁星疗伤中的目飞雪 终于睁开眼睛 伤势算是完全稳定了下来 他浅开守护在侧的兵皇弟子 缓步走出 目光威猛 似乎心事重重 远处 一直留意着他气息的火破云 目光一动 连忙赶至想要第一时间观星问候 身影几个起掠 视线中已现出目飞雪的身影 他心中一袭 刚要向前 但迈出的脚步 却忽然定在了那里 许久一动不动 那深燃血的冰黄雪衣已被换下 身上重归无暇 他本就如冰雪般的容颜 因伤势而透着些许惨白与娇弱 让人更生心怜 但粉色的唇瓣 留意着朱玉般的微光 一双冰眸 凝着他人千世都不敢奢望的风华 他静静地站在那里 将所在世界 化作了一副绝美的画卷 他的眸光 分外的迷离朦胧 似物似梦 而他视线所向 那个并不高的房顶之上 云彻背对他坐在那里 全身一动不动 显然是在宁心思索着什么 他一一动不动 就这么正正痴痴地看着 许久 无声无言 火破云也定在了那里 同样一动不动 沐飞雪如此地眸光 他第一次见到 但 却一点都不陌生 因为 那像急了他那么多次 悄悄看着他的背影 不自觉便吃了的样子 他忽然间失去了 思考的能力 世界 随着这一幅画面 而长久定格 终于 不知过了多久 云彻从沉思中回神 他站了起来 然后长长地伸了伸 有些发僵的腰 也在这时 他才发现了 沐飞雪的气息 回过身来 笑眯眯地道 哦 这不是飞雪仙子吗 看来伤势恢复得不错 准备回宗门了吗 沐飞雪如从梦中醒来 眸光俱动 他没有回答 而是忽然飞升而起 轻飘飘地落在了云彻身前 如一只雪碟悟空 美不胜收 所落下的位置 距离他只有一步之距 沐飞雪的这个举动 让云彻颇有些惊讶和措手不及 瞪了瞪眼问道 你要干啥 要感谢救命之恩的话就算了 我之所以出手 并不是想救你 只是单纯地看不得美女在我面前香消欲 沐飞雪看着他 唇半轻动 阴若柔风 云师兄 原来你还活着 ad锦号人民币百分号 云彻心中猛逼 脸上镇定 什么云师兄 你在说啥 我姓灵 灵云灵结灵晨的灵 不是云 更不是你什么师兄 你该不会是伤势未愈 所以思绪有些混乱 本章完 第1414章 重返宗门 小说 逆天邪神 作者 火星引力 嘴上否认 但云彻的心里 却是万马奔腾 什么情况 这是怎么回事 他是怎么认出来的 没道理 没可能啊 瞎懵的 不对 就算是瞎懵 也至少得有依据 而他容貌 声音 语气 名字 全都做了变更 外放的玄气 也只有雷电气息 更何况 还有云彻已死 这个神界皆知的大前提 就连和他接触更多 玄力 和神识高达神主境的火破云 都完全没有识出他来 目飞雪 是怎么冒出云师兄 这三个字来的 目飞雪 没有因他的话 而脑目和自我怀疑 一双兵 磨磨磨磨 看着他的眼睛 以往 他绝对不会用这样的目光 直视云彻 反而会在碰触到他眼睛的第一时间 将目光移开 但 这个世上 最大的触动 莫过于永远失去 和永远失去后的失而复得 我知道是你 他轻轻说道 轻描的声音 如来自虚幻的梦中 云彻嘴角一歪 张口就想要否认 但碰触到他的目光 却是忽然无法将后面的话说出来 然后 他就连目光也不由自主地避开 目飞雪不但认出了他 而且 分明还无比确信 真是活见鬼了 自己到底是哪里出的破绽 而且 他看自己的眼神 应该 不会吧 你 为什么说我是什么云师兄 云彻压低声音问道 他躲闪的目光和明显弱下去的话语 已是接近于默认 目飞雪说道 这几年 师尊会经常和我说起关于你的事 师尊说 你曾经离开宗门 去往一个名为黑牙界的星界历练 在那段时间 你已名为凌云 云彻眼睛一瞪 更加猛逼 就因为这个 云彻在外一名时 都会使用凌云 绝不是 他对天剑山庄的少庄主凌云 有什么非分的感情 而是因为这个名字简单顺口烂大街 仅此而已 他逃去黑牙界那段时间做下的事 目悬音的确是一查便知 知道他用了 凌云这个假名也再正常不过 但 这么一个烂大街的名字 随便一个小星界 都能找出几千几万个来 目飞雪就凭这个联想到他的身上 这特么不扯淡嘛 说给鬼听鬼都不信啊 这个名字 让我更加确信 目飞雪眸光依旧 我在看到你的第一眼 虽然样貌 声音 气息都不一样 但我一下子就想到了你 云彻 因为 他看着他一直在不自觉躲闪的眼睛 我记得你的眼睛和味道 云彻愣在那里 一时间竟是不知所措 他不是火魄于那种 在男女之情上颇为空白的人 他太清楚 目飞雪的这句话意味着什么 眼睛 味道 并且就这么认出了伪装的极其完美的他 唯一的可能 就是 他的影子在他的心中无比之深 深至灵魂的最深处 云彻许久说不出话来 因为他一时之间 根本无法相信 他这一生 接触过很多优异的女子 男女之情上的经验 自是无比丰富 哪个女子对自己有益 他可以轻易感觉得出 但目飞雪 自己和他唯一的正面交集 就是在目悬音的暗算下 把他扑倒侵犯 然后又不惜以自轰的方式强行自止 之后 真的是连面都没有见过几次 偶尔见到 他从目飞雪身上感受到的 也永远只有冰冷和排斥 而结合目飞雪的性情 和自己对他做过的事 自己绝对应该是 他在这个世上最厌恶的人 现在 面对他注视的眸光 听着他说着 我记得你的眼睛和味道 云彻整个人都是猛的 这是怎么回事啊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啊 不应该啊 没理由啊 没可能啊 你还要否认吗 他轻轻地问 你 就不怕自己认错 毕竟 毕竟 云彻都有些语无伦次 有些触动 一生唯有一次 唯有一人 他依然看着他 不肯一开目光 所以 不可能会错 目飞雪说的话 和火破云先前对他的诉说 何其相似 对了 火破云 云彻地头疼了起来 当年 在他成为穆玄英的清传弟子之后 他在兵皇神宗的地位 顿时无人可及 他已知道 宗门之中很多的师姐妹倾慕于他 但 他无比确信 就算全宗门的女子都喜欢他 有一个人 也定对他不屑一顾 那就是目飞雪 但今天 此刻 他在长久的发猛之中忽然发觉 自己好像依旧不了解女人 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云彻的灵觉释放 向周围快速一扫 确认没有他人在侧后 神色复杂地道 好 我承认 我是云彻 活得云彻 说话间 他伸出手来 手心之中 一抹冰芒一闪而逝 带起刹那的冰黄气息 然后 手掌抬起 随意地在脸上一抹 露出了他的真容 目飞雪珠唇轻动 面对他近在咫尺的面容 他冰眸颤荡 一直注视着 他的目光 却反而有些慌乱的躲闪 气息也明显地乱了 手掌再一抹 短短竖息 他的面孔 便又恢复至凌云的状态 心中一阵感慨 自己完美的易容啊 在女人面前 竟如此地不堪一击 眼睛 味道 这玩意 该怎么伪装 目光慌乱地躲闪后 目飞雪忽然转过身去 胸口一阵起伏 好一会儿 他的气息才平缓下来 声音四柔四冷 师尊若知道你还活着 一定很高兴 先不要把我还活着的事 告诉任何人 云彻道 我知道 目飞雪没有问他 为什么还活着 亦没有问他 这几年在哪里 又为什么回来 跟我回宗门吧 我带你去见师尊 好 云彻点头 幻炎城的玄兽动乱被平息 就连身影的最大祸患 亦被病除 以后就算再有寿朝攻城 幻炎城应该也守得住 目飞雪伤势暂时无碍 冰皇众弟子 向幻炎城主打了个招呼 便登上玄州 回返宗门 而云彻 则已拜访迎雪界王为名随行 冰州目雪迎风 飞向宗门所在的冰皇界 站在冰州前端 云彻看着没有边际的苍白世界 心潮剧烈地起伏着 终于要回到宗门 终于可以再见到师尊和冰云公主 不知道他们看到自己 会是怎样的反应 自己死去的这些年 一定让他们挂心了 怎么没见火烧宗主 云彻问道 他们离开幻炎城时 意外地没有见到火破云的身影 穆寒烟道 哦 我险些忘记了 火烧宗主 似乎是临时接到宗门传音 所以匆匆离去 临行前 让我带他向林前辈 和飞雪师姐辞行 原来如此 云彻点头 隐约觉得 似乎哪里不太对劲 但也并未多想 林前辈 穆寒烟有些犹豫的道 您应该有所耳闻 宗主他性情冷淡 不愿被人打扰 虽然你有救飞雪师姐性命的大恩 且得飞雪师姐亲自引荐 前辈还是不要 抱有太高期望为好 我明白 云彻一脸轻松洒脱 若能得见 自是万幸 若是无缘 那一时应该 倒是我临时起义 似乎有些过于唐突了 穆寒烟连忙一礼 稍稍放下心来 穆飞雪走了过来 他站到冰州前端 云彻身侧 与他一起遥看远方 两人既无目光接触 亦无言语 两人的沉默 让世界显得格外安静 站在那里的穆寒烟 忽然莫名觉得自己好像有些多余 他张了张口 却是没有出声 放轻脚步离开 那个 没了外人 云彻忠实忍不住出声 你怎么不问我 为什么还活着 穆飞雪毫无反应 火破云塌 声音微顿 云彻说道 你肯定感觉得出来 他看上你了 从穆寒烟等人的反应看来 这早已不是秘密 的确 成就了神主的火破云 他面对任何女子 都有着绝对的底气 同时 他亦格外主动 这一年时间 显然已经很多次前来 银雪界 只为穆飞雪 与我何干 他毫无表情地回答 云彻目光悄然侧过 厚着脸皮问道 你能凭借味道和眼睛 就认出我这么一个已死之人 你该不会暗恋我吧 与你何干 他的回答依旧冷漠 仿佛一下子 又回到了当年的状态 云彻一时无言 火破云喜欢穆飞雪 整整三千年都没断念 而穆飞雪明显又 云彻伸手抓了抓头发 脑壳疼 脑壳疼 他无意识地举动 让穆飞雪眸中的冰芒微微暗淡 他忽然冷冷出声 他如何 是他的事 我如何 是我的事 一定皆与你无关 你不必因此烦扰 说完 他冷然转身 无声离开 云彻转身 看着他远去的背影 长长吐了一口气 要是真这么简单就好了 真是奇了怪了 他为什么会喜欢我 直到现在 云彻都无法想明白 穆飞雪为什么会对他生情 当真是一丁点的迹象和理由都想不到 随着冰州的飞行 云彻释放的神识中 终于出现了冰皇界的气息 亦让他心中的更起悸动 穆璇音的面容与身影 在他脑海中愈加清晰 四年了 不知道现在的我 是否还在他的世界中 还是已经被他从记忆里抹去 冰州穿过冰皇界 然后快速落下 记忆中的冰皇神宗 在视线中快速拉近 在他恍神间 穆飞雪出现在他的身侧 我们直接去圣殿 因犹在尔 穆飞雪已是飞尸而下 云彻腹下星巢 紧随其后 宗门圣殿区域 穆悬音之外 可以自由出入的 唯有穆冰云与穆飞雪 由穆飞雪带入 无疑是最优的选择 看着穆飞雪 带着凌云离开 众冰皇弟子 虽都心中略感奇怪 但没有一人多说什么 冰皇圣殿 飞雪如虹 双脚重新踏在这片 亘古腹雪的圣域中 云彻的脚步 都不自觉轻了很多 亦在不知不觉间 从穆飞雪的身后 走到了他的身侧 他卸去了脸上的伪装 气息一转为 冰皇风神典独有的寒气 圣殿之前 穆飞雪跪拜而下 飞雪拜见师尊 他化纲出口 圣殿之中 便传出一个 冰冷之极的声音 让他一个人滚进来 本章完 第1415章 悬音圣目 小说 逆天邪神 作者 火星引力 云彻和穆飞雪同时正住 穆飞雪侧眸 看了云彻一眼 应声道 是 师尊 云师兄请 穆飞雪起身 后退几步 云彻呆立在那里树西 目光一片复杂 然后终于抬步 走入了圣殿之中 穆飞雪转身 无声离开 圣殿极尽清冷的气息 熟悉中 又似乎有些遥远 踏入圣殿 云彻一眼 便看到了穆悬音的身影 虽只是个背影 却像是世上最华丽 最寒冷的冰锁宁城 绝美而又微灵 哪怕云彻是这世上 距他最近的男子 依旧有些不敢直视 对于他的踏入和靠近 穆悬音毫无反应 云彻停步 跪拜而下 弟子云彻 拜见师尊 一进入圣殿区域 云彻就卸下了所有伪装 并刻意外放气息 他确信 自己踏入这里的第一刻 穆悬音便已知晓他的归来 师尊 穆悬音缓缓转过身来 一张冰玉锁雕 美若鲜患的容颜 出现在云彻的视线之中 谁是你世尊 云彻正在那里 心中冰寒 他的身上 有着穆悬音 亲手种下的魂金 所以 穆悬音会是第一个 知道他死亡的人 对于他的死 别人都只会是耳闻 而他却可以清清楚楚地 看到过程和死前的画面 因而 在云彻想来 他该是最确信他死亡 对着他忽然活着回来 也会是最为惊讶的人 他想过很多种穆悬音 见到他后会有的反应 但 眼前的他没有惊讶 没有激动 没有难以置信 他的眸光和血炎 只负着冰冷绝情的威灵 唇间之语 更是字字刺骨冰心 师尊 我 闭嘴 云彻刚刚出生 一声冷翅 便已便将他还未出口的话语 全部封解 他冰冷无情的同谋之中 在这时附上了足以让万灵 站立的怒意 我如今的清传弟子是飞雪 至于你 我这一生最愚蠢的决定 便是曾有过你这般愚蠢的弟子 云彻瞠目 无法言语 三年前 新神界 一人屠灭一众欣慰 还生生 杀死一个新神长老 真是好一个威风啊 沐璇因声音欲冷 字字刺心 为了天杀新神 明知必死 明知根本不可能 就得了他 还要支身 远赴新神界 用死亡 换取力量来为你们陪葬 多么的威风凛凛 多么的感天动地 哼 你死得痛快惨烈 死得一往深情 对得起你的天杀新神 但 你可知 有多少人 为了能让你活命 付出了大量的心血 冒了极大的风险 甚至险些搭上整个新界的未来 才让你有了在龙神界狗存的机会 而你却明知必死 还要去赴死 你可对得起他们 你可对得起自己 你可对得起 你在下界等你归去的妻妾家人 除了天杀新神 你还对得起谁 沐璇因越说越怒 说完最后一句 已是胸口剧烈起伏 他的冰冷怒意之下 就连圣殿之外的飞雪 都停止了飘游 云彻嘴唇颤动 好久才艰难地出声 师尊 我 不许叫我师尊 沐璇因再次将他的话语冰封 我收你为弟子 许你任用民寒天池 与你全界最好的资源 为让你 尽快成就神捷径 放下宗门所有 亲自带你修行 日夜不离 这就是你对我 对银雪界的回报 我沐璇因 没有你这般愚蠢的弟子 他转过身去 据说的胸脯 在剧烈起伏间 抛动着七雁的弧线 云彻第一次见到 沐璇因如此的愤怒 哪怕当年 他犯下大错逃走后 被他抓回 他都没有 愤怒到如此程度 师 云彻低下头 轻轻道 你对弟子恩重如山 是这世上 对弟子最好的人 弟子却一次次 让你痛心失望 弟子自知无言 够了 沐璇因背对他冷冷出声 你为什么回来 谁让你回来的 这句话 让云彻足足挣了数息 他问的不是 你为什么还活着 而是 你为什么回来 就好像 他早就知道自己还活着 师尊 你难道早就 我问你为什么回来 给我正面回答 沐璇因根本不给他 询问之机 重新见到师尊的惊喜 已因他的冰冷和怒意 而变成了恍然 他短暂犹豫 一五一十的道 为了飞鸿之劫 飞鸿之劫 说清楚 云彻的回答 让沐璇因 兵媒一动 对于沐璇因 云彻没有理由隐瞒什么 他老老实实地说道 明寒天池之底 引着一个冰皇神灵 这件事 师尊一定早就知晓 沐璇因 弟子曾与他两次相见 他知道弟子的过去 和拥有的力量 他一很早之前 就察觉到混沌之壁 那个飞红泪痕的存在 并且似乎知晓 他存在的原因 和隐藏的劫难 并着重和弟子说过 我身上的力量 是平息这场劫难 唯一的希望 包括 弟子在继承 邪神神力的同时 一旦负起平息 这场劫难的使命 沐璇因 弟子所言 字字属实 云彻知道 自己说出的话 太过匪夷所思 所谓希望和使命 更是虚无缥缈的东西 任谁听了 都基本不可能相信 甚至会觉得滑稽可笑 弟子这几年 一直身在下茧 由于弟子所出身的 蓝吉星 临近混沌之东 靠近飞红裂痕 因而近些年频发灾难 且越来越严重 逐渐到了无法控制的程度 东神域 也一定已发生了 各种类似的灾祸 就此下去 更会一日比一日严重 所以 弟子便重返神界 准备载入明寒天池 去见兵皇神灵 他或许可以告知弟子 应对这场劫难的方法 短暂的沉默 穆璇英终于转过身来 目光冰冷地看着他 这就是你回来的原因 也因 弟子一直想念师尊 云彻低下头 不敢碰触他太过冰冷的目光 穆璇英冰眸微眯 语气稍稍缓了几分 这么说来 你的确还当我是你的师尊 是 云彻马上用力点头 永远都是 好 很好 他微微汗手 声音陡然再次冷下 如果你还当我是你的师尊 那就现在 马上 滚回你的下界 永远不许再踏入神界半步 云彻抬头 师尊 我 平夕飞鸿之劫 你的使命 穆璇英冷冷地道 你自己不觉得可笑吗 混沌之壁上的裂痕 的确隐藏着未知的恶难 一旦爆发 东神域很可能会面临灭顶之灾 将之平息 是东神域所有人 乃至整个神界 整个混沌所有生灵的使命 什么时候成了你一个人的使命 而以你的阅历 地位和能力 这样的使命 你配吗 云彻嘴唇半张 无言以对 我不妨告诉你一件事 穆璇英看着他 为了应对飞鸿劫难 骤天界已结合东神域所有王界 和上位星界之力 铸造了一个 打通近半个混沌的次元大阵 可从骤天神界 直达混沌冬极 就在十日前刚刚完成 云彻金鳄 打通近半个混沌的次元大阵 这种东西 真的可能存在 另外 再有不到一个月 便是骤天大会召开之期 此骤天大会 便是为了应对飞鸿之劫 而有资格参与此事者 穆璇英声音微顿 唯有神主 云彻 这等劫难 哪怕是神军 都没有应对的资格 你又能做什么 你方才的言语 简直就是天大的笑话 飞鸿之劫 自会有人去应对 不仅东神域的神主 其他神域的强者 也会参与其中 但绝对轮不到你来操心 所以 趁还没有他人知道你还活着 赶紧给我滚回下界 穆璇英声音冰冷坚决 毫无余地 可是 这是兵皇神灵亲口告诉我的 而且 穆璇英冰没沉下 那你是准备听他的话 还是听我的话 云彻定在那里 无法回答 穆璇英忽然伸手 一个冰蓝结界瞬间铸成 将云彻封锁其中 这个结界 能够封锁所有的光线 声音和气息 而他亲手锁住的结界 一万个云彻 也别想脱离 你既然敢回来 说明 你有决意 我不会比你马上做决定 结界之中 响起穆璇英的声音 我给你十二个时辰 好好想想我刚才说的话 想想你在神界被人发现的后果 再想想你下界的妻妾 家人 女儿 十二个时辰后 要么 你自己乖乖滚回下界 永远不许再回来 要么 我打断你的腿 亲自把你扔回去 声音消逝 然后再没有了其他的声音 围于云彻在冰蓝的世界中发症 十尊怎么会知道 我有女儿 难道 结界之外 穆璇英脸上冷色顿去 但胸口却起伏得更加剧烈 许久都无法平息 他的身后 穆冰云缓步走出 看着穆璇英的样子 他悠悠叹息 姐姐 你这样会吓到他的 哼 我还嫌我骂得不够 穆璇英一声冷哼 余怒未消 我知道 姐姐一直在气他 当年明知死死无生 却还去新神界就天杀新神 怒他不爱惜自己的生命 但是 穆冰云轻轻地道 当年 他对姐姐 不是也做过相同的事吗 穆璇英 阎神界 葬神火狱 姐姐面对远古囚龙 伤势极重 游净登窟 又重囚龙之毒 已是必死之境 阎神界三宗主 还有各宗长老皆在 却无一人敢救 唯有他 只有神渊静的力量 卑微无比的存在 却为了你 去扑向整个阎神界 都不敢靠近的远古囚龙 那对他而言 同样是激进于 死死无生 我原本以为 你当年只是被迫失身于他 还曾因此对他生命 后来我才知 你非但失身 而且失心 穆冰云看着姐姐 轻柔的言语 聊出着他的心魂 让你失心 让天杀新神 干为他化身谐音的 不正是他最为愚蠢的那一点吗 不要说了 穆玄英闭上眼睛 你不会懂的 本章完 第1416章 暴露 小说 逆天邪神 作者 火星引力 男女之间 有着很多奇妙的感情悖论 就比如 穆玄英当年是因云车为他薄命 扑向远古囚龙 而触动心弦 而后 他最怕的 最不能容忍的 却也是云车的薄命 无论为己 还是为他人 这种微妙的转变 未有经历的穆玄云 的确不会懂 你如此急切地想让他回去 是怕他知道谐音之事吗 穆玄云道 在他的认知中 天杀新神和天狼新神 在三年前就已经死了 穆玄英徐徐道 蓝吉星这几年逐渐严重的祸患 我皆看在眼中 他此次会突然回到阴血界 的确只是为了解决 他越来越无法控制的劫难 穆玄云正了一正 血沿露出些许的复杂 这几年 你经常前往蓝吉星 穆玄英兵谋微动 随之眸光避开 穆兵云的直视 冷冷道 这并不重要 稍稍停顿 穆玄英继续道 他刚才说的话 应该都是真的 但是 如果他没有得到想要的答案 或者他发现自己力不可为 又或者 集合所有神主之力的 骤天大会 以足够应对飞红之劫 他便再无理由 冒着巨大风险留在神界 而是会老老实实回去 但 如果被他知道 天杀星神还活着 而且成为整个神界都恐惧和追杀的谐音 他会如何 穆玄英闭上眼睛 他还会回去吗 穆兵云 以他的个性 和他们之间的特殊感情 就算天杀星神化为谐音 他依然会不惜一切地找到他 然后站在他的身边 哪怕与整个神界立于对立面 这一点 无论穆玄英 还是穆兵云 都毫不怀疑 若真到那个时候 与谐音为伍的他 任何人 都可以名正言顺地制裁他 那些恨他 觊予他的人 连暗算和手段都不再需要 而以云彻的性子 哪怕明知会是这个后果 也绝不会犹豫退步 云彻是一个怎样的人 穆玄英这些年 早已看得清清楚楚 也正因为这样的他 爱他的人 愿意为他付诸一切 恨他的人 恨不能将他挫骨扬灰 如果我是谐音 我绝不希望他知道我还活着 我明白 这些我都明白 穆兵云轻轻一叹 但是姐姐 如果 你是云彻 他是谐音 那么 你是希望他 永远只留在 不可能再现的记忆之中 还是 宁愿站在整个世界的对立面 也要 后半句话 穆兵云没有说出 而穆玄英正在那里 气息微乱 深深地看了一眼穆玄英的侧颜 穆兵云眸光 从那个封锁云车的结界上掠过 心绪复杂间 脚步无声地离开 圣殿之外的飘雪 一片凌乱 穆兵云走在雪中 脚步缓慢 临近到十步之内 他才察觉到 穆飞雪正站在那里 兵云公主 穆飞雪 攻十二败 飞雪 穆兵云回身 柔声道 云彻还活着的事 千万不可告知任何人 是 穆飞雪 唇半轻咬 欲言又止 你想问 云彻现在如何 他察觉到了穆飞雪 有些躲闪的眸光 心中一声轻叹 云彻 当真是个灾心 穆飞雪 倾手垂下 轻声道 刚才 师尊似乎很生气 他跟随穆玄英这些年 从未见过他生气的样子 他对云彻向来如此 不必担心 穆冰云看了他一眼 说道 他现在被你师尊关了禁闭 你暂时见不到他 也别去打扰你师尊 虽是关了云彻十二个时辰禁闭 但穆冰云很清楚 真正思绪混乱 需要时间来 思索缓冲的不是云彻 而是穆玄英 是 弟子明白 弟子会守在这里 无师尊命令 绝不靠近 穆飞雪道 嗯 穆冰云汉手 从穆飞雪身前走过 几步之后 他忽然又停下 稍稍侧言 轻语道 飞雪 宗门从未规定过 冰皇女子不可生情 历代冰皇直系冰皇之女 之所以都是孤灵一生 只是不愿 而非不能 所以 你无需自我束缚 穆飞雪抬头 不知所措 冰皇女子因血脉和玄公的关系 而极难生情 若心弦因哪个男子而动 非是罪恶 反而是性事 这个世上 不仅地位 力量 要靠自己的努力 去争取 情感亦是如此 而且 说不定值得你付出更多的努力 这一点 千万不可学你师尊 穆飞雪愣在那里 穆冰云说的每一个字 都让他如在梦中 不仅是他 说完这些话 连穆冰云自己 都愣了许久 似乎不敢相信 这些话竟是出自自己之口 更不知自己为什么会忽然说出这些话 还是说给穆飞雪听 月神剑 月神圣殿 夏清月立于境前 美眸闭合 身侧 两个好齿名眸的少女 正在为他更衣 少女滋容皆是角色 气质更如天上明月般高贵 但与夏清月相近 他们的风华静即暗淡 她是月神帝史上第一个女性神帝 月帝之一甚为繁琐 两女忙活了半晌 才终于小心翼翼地除去了外常 露出一身淡紫色颈械 月衣之下的仙驱 曲线惊人的窈窕曼妙 浑云的尖锁 恍如天成美誉 外露的肌肤 留意着冰雪般的荧光 或许是为了眼下身材 她的蟹衣格外紧绷 累得苏兄鼓胀满意 服侍在侧的少女 目光不由自主地凄迷 呼吸也危险凌乱 他们早已不是第一次见到夏清月的玉体 但每一次同为女子的她们 都会目眩神迷 思想着 这世上有哪个男儿能有幸 将其享于身下 一个脚步在这时匆匆而至 带着并不平静的呼吸声 很快 一身银色群长的少女来到身后 屈膝败下 主人 景月 夏清月轻语道 难得见你如此匆忙 莫非非红裂痕 或骤天大会有变 回主人 景月急急地道 刚刚得到消息 云彻依然在世 她并没有死 且现在就在银血界中 啊 夏清月身侧的少女 同时一声惊呼 然后同时小退一步 琴手垂下 再不敢出声 夏清月眉眸睁开 再说一遍 云彻目前 身在银血界 当年关于她死在 心神界的传闻 很可能是假的 景月垂手说道 这些年一直跟随在 夏清月身边的她 比任何人都清楚 云彻这个名字 对她而言意味着什么 月神圣殿沉寂了下去 久久无声 这个消息来自何处 夏清月转过身来 缓缓开口 是圣语剑 景月回答 何时的消息 夏清月再问 景月刚刚得到消息 便第一时间来报 景月的呼吸 依然有些凌乱 云彻意识刚刚回到银血界 时间应该不超过六个时辰 夏清月的欠眉 很轻地猝了一下 她素知云彻极善伪装和隐秘 若她真的还活着 以她的处境 现身时应该会极为小心 怎么会刚回银血界不到六个时辰 便被人知晓 而且 圣语剑 这个消息 可确信吗 她问道 预言之上一片平静冷醒 但似乎忘记自己 已脱下外肠 冰激玉谷在空气中释放着 足以让魔鬼都垂涎臣服的风华与魅惑 云彻已死 这件事是 骤天神界所确认 不可能有假 景月不敢确信 景月谨慎地道 但 另有一个可以确定的消息 圣语剑的折星殿 在一个时辰前急速飞离 方向所去 很有可能是银血界 崔星殿和折星殿 是圣语界最具盛名的两大玄洲 前者 是圣语界的主玄见 后者 则是圣语界最快 一堪称王界之外最快的玄洲 而她的主人 正是若长生 夏清月的脸色稍稍沉下 她目光迷然 似是自语的呢喃 若折星殿所去 当真是银血界 那么 云彻还活着的消息 或许就是真的 主人 四年前 玄神大会的风神之战 洛长生惨败云彻之首 声誉亦大为受损 成为她一生最大之耻 难道是 她在知晓云彻还活着后 欲行泄恨之举 右侧的少女道 不 夏清月却是轻轻摇头 洛长生经过骤天三千年 已成七级神主 名震诸界 有不少人暂之将来 或许会达到神地的高度 如今的洛长生 若是对云彻出手 不但自接伤疤 自降身份 还会让所有人低势 夏清月声音微顿 然后缓缓说出一个名字 是洛姑邪 三个月一少女 同时目光俱动 没错 如今的洛长生 若是主动去寻衅云彻 当真是自毁 如日中天的声誉 而洛姑邪 东神域的人不会忘记 当年的风神之战 他卫护被云彻暴虐的洛长生 竟以神主之姿 当着骤天和东域 无数强者之面 丧心病狂地对云彻出手 还是死守 结果却反被云彻 以残留在身的天道 劫雷重创 那道苍白雷光 不但将他的身体冻穿 一毁去他一生之欲 沦为东域笑柄 他若乍文云彻还活着的消息 定会被激起这奇耻大乳 会马上冲去找他 当年看过那幅画面的人 任谁都不会觉得奇怪 锦月 夏清月向前 跟我去一个地方 是 是银雪街吗 锦月问道 不 是另一个地方 夏清月谋若寒心 面无表情 我们会得到消息 那么 那个人没理由得不到消息 而他 会比洛姑邪 更加迫切地想要找到云彻 锦月一正 随之脸失色 主人说的难道是 走 夏清月戴起锦月的手臂 啊 主人 你的衣裳 身后传来少女急促的惊呼声 夏清月身形微顿 玉手一服 以着身一袭紫金长裙 擒手一配上紫金玉冠 连月 速传阴咒天界 告知云彻身在银雪街的消息 咒天神帝 对当年未能护好云彻 一直心存愧疚 他定会有所反应 瑶月 封闭圣殿 不得让任何人知晓 我已离开月神界 是 连月和摇月领命 而夏清月与景月 已在骤闪的月华中 消失在了那里 本章完 第1417章 第三之宝 小说 逆天邪神 作者 火星引力 东神域 宇宙空间 一经一挥两个影子 如流星般划过 留下来不及消散的长长悬光 这两道光芒比流星还要快 快到了哪怕神道选者 都无法理解的程度 两道流光直线向北 却在这时 忽然停了下来 因为一抹紫色的身影 忽然出现在了他们前方 他手臂抬起 张开了一个简单的隔绝屏障 平淡的声音穿透宇宙空间 传入他们的耳中 两位如此匆忙 是欲往何处 两人在续空中停滞 煞时 整个宇宙空间 都隐隐暗了下来 因为随着金色身影的停滞 他的身上 释放出太过起立耀眼的光滑 他身材恶挪修长 一头要金色的长发 滑贵耀目 附身的金衣 勾勒出任何一个部位 都完美到让人窒息的躯体 金色的假面之下 粉嫩的朱玉唇瓣 炼焰声光 却微弯起一个极其危险的弧度 夏清月 哦不 诗月神殿 别来无恙啊 夏清月目若忧谈 而他的身边 锦月的身躯 不受控制的战力色缩 因为站在他们身前的人 金发 金衣 金色的面罩 还有他 哪怕在宇宙虚空 都无比耀眼的风华 梵帝神女 千叶叶儿 东神玉容颜最美 地位最高 亦是最可怕的女人 她的身后 无声地立一个一身 陈旧灰衣的干枯老人 她瘦小勾楼 头部低垂 身躯完全缩在险的格外 宽大的灰衣之中 不见其容 古竹 夏清月 千叶眼 古竹 他们同时 现身在一方空间 一时间 周围大片星域的所有星辰 都停止了移动 宇宙空间一片可怕的安静死寂 看到你还活在世上 本王又岂会真的无恙 夏清月声音冷淡 无法辨识出 任何情绪的波动 千叶眼双眸半眯 你这几年 一直缩在月神界 也不知神帝之位坐稳了没有 今日竟有胆子出来 还敢出现在我的面前 我很想知道 你是准备送我一个怎样的惊喜 面对她的嘲讽之言 夏清月的眸光 非但没有退却 反而更显侵略 你如此匆忙 是要急着去饮雪界吗 除了云彻之外 本王时难想到 还有什么 能让你梵地神女 放下一切 亲身前往一个中卫星界 你果然也得到消息了 千叶眼毫无惊讶 极美的唇角 写起危险至极的淡笑 也就是说 那个传闻 应该就是真的了 那小子倒真是命运得很 连昼天 都确认了他的死亡 他却还能活着回来 你出现在这里 该不会是想阻拦我吧 夏清月道 马上就是 是关东神域生死的 昼天大会 你确定要在此刻生事吗 昼天大会 可笑 别说东神月 这整个神界的生死 又乃及我的是重要 千叶眼向夏清月 缓缓伸手 你若想阻拦 大可以试试看 身影落下 金色的身影 已骤然化作流光 直冲夏清月 让他意外的是 夏清月却没有出手阻挡 反而身影一转 任由他从自己身侧掠过 千叶眼身影微顿 而这时 他的身后传来 夏清月无比淡漠的声音 红 蒙 生 死 印 这五个字 让千叶眼忽得停住 沉寂如古井的古竹 也微微抬头 老墓中闪过一光 千叶眼缓缓转过身来 每眸半眯 直盯夏清月 每一线眸光 都透着极致的危险 你说什么 鸿蒙生死印 玄天至宝排行第三 能让人拥有无尽寿源的 永生之气 无论是远古时代还是现在 他若是问世 必定是所有人都极尽垂涎之物 因为没有人可以抵挡永生的诱惑 尤其是那些立于当时顶点的人 夏清月徐徐地说着 平静的同谋 却微闪着比千叶眼 还要危险的铜光 千叶 若是本王把鸿蒙生死印 就在你们梵蒂神界的消息散开 你猜 这世上会在一夜之间多出多少个疯子呢 是吗 千叶眼冷笑 这么多年过去 可有人敢抢骤天界的骤天珠吗 骤天珠认主骤天神界 他人想抢也抢不走 夏清月冷然道 而鸿蒙生死印 你们梵蒂神界 貌似还没有本事让他认主 甚至就连如何使用 都并不完全知晓 他的目光转向古竹 这个早该死去的人 就是你们试探鸿蒙生死印 永生之力的一个试验品吧 古竹 相比于其他所有至宝 无主的鸿蒙生死印 无疑最容易让人变成疯子 你难道不这么觉得吗 千叶眼的眼眸一点点的眯下 冷宁的空间之中 他缓缓地笑了起来 哼 夏清月 你似乎知道的太多了 不对 不可能是你 千叶眼的脸色稍稍一变 沉声道 是月乌鸦 一抹恨光在瞳孔深处闪过 夏清月冷冷地道 当年 义父在知晓 你是害我母亲的罪魁祸首后 他虽装作不知 从无表露 但他又岂会真的无动于衷 我手中关于你梵蒂神界的把柄 说不定 要远比你想象的还多 哼 千叶眼依旧冷笑 就凭你 就凭月神界 也想威胁我 我月神界 的确没有资本 和你梵蒂神界撕破脸 但 夏清月字字冰寒 你今日若敢去饮雪界 本王倒是不介意仪式 千叶眼金巧如玉镯的下巴抬起 身上陡然要起害人的金芒 小姐 鼓竹发出嘶哑晦色的声音 我们回吧 你尊贵之躯 岂可清零区区中未兴界 相信月神帝 亦会马上遗忘今日之事 你大可放心 在能亲手杀了千叶之前 本王还不至于拿月神界陪葬 夏清月冷然道 金芒依然在闪动 可怕的安静持续了许久 金芒 才终于缓缓按下 千叶影滴滴出声 好 很好 看来这些年 我倒是小看了月神界 他的唇角 忽然露出一个嘲讽的弧度 可惜 若是月无牙知晓 自己不知付出多大代价换来的底牌 居然被你为了自己的小情郎 就这么随手丢了出去 怕是要死不瞑目 呵 夏清月 哼 古伯 我们走吧 冷冷地盯了夏清月一眼 千叶影的身影 再次从他身前掠过 然后 他的长发忽然无起 一点金芒从虚空射出 指点夏清月的眉心 夏清月手掌轻轻一推 将锦月远远推开 另一只手伸出 一个巨大紫光月界 在身前显现 瞬间封死金芒 碰 紫光月界忽然破碎 吞噬一切的紫芒中 紫缺神剑断裂虚空 直刺千叶影后心 千叶影没有转身 手臂向后伸出 手指轻描淡写的一点 顿时 紫缺神剑停在了千叶影的指尖 一声争鸣 所有紫光溃散 紫缺神剑在虚空中 滑动一个奇异的弧线 回到了夏清月手中 然后直接消失 刹那交手 不过十分之一个瞬间 虚空禁忌间 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唯一的变化 是古竹身上的灰衣 不知何时多了数十道裂痕 他微抬的老目中 也带上了一闪而过的惊燃 千叶影缓缓转身 丁向夏清月的目光完全地变了 真不愧是 九玄玲珑体 夏清月 这老天对你也实在太好了些 第一次 他对另一个女人 产生了极度的情绪 月神传承 月神之力从继承到逐渐觉醒 三年的时间 尚不足以觉醒两成的神力 但夏清月方才的瞬间 所释放的力量 却远远超出了千叶影的最高预期 他并不知道 夏清月身上的紫雀神力 并不是月无雅死后的神力继承 而是他死前的神力嫁接 这种神迹 也唯有在拥有九玄玲珑的夏清月身上 可以实现 能让你这样的人活到今日 老天对你 可更要好得多了 夏清月冷嘲道 只可惜 一个为了男人而活的女人 纵成神帝 纵有绝顶的天赋 也终究 只会是个永远扶不起的废物 冰冷的目光 从夏清月身上收回 千叶影深化流光 远远而去 所去已非饮雪界的方向 谷竹紧随其后 看着他们所去的方向 夏清月轻轻吐了一口气 目光一暗淡了几分 主人 景月向前 声音焦急 鸿蒙生死硬的事 是你将来对付千叶最重要的底牌 你为何要 他们有了防备 定然很快就会想出应对之策 到时 到时该怎么办 夏清月轻叹一声 事出紧急 我别无方法 有这个威慑在千叶短期之内 不敢再有什么异动 希望他能就此早些脱身 回到龙神界那边去 可是 事已至此 不必说了 夏清月转身看向北方 目光威猛 永远都是个不让人省心的人 那 那主人接下去 要去饮雪街吗 不必 夏清月道 我不适合出现在那里 那里也自会有人护住他的 我们回去吧 他倩吟转过 手臂抬起 却忽然定在了那里 长久的无声后 他悠悠道 景月 你先回去吧 我想到了一些事 晚些再回 是 景月没有多问 乖巧应声 本章完 第1418章 不速之客 小说 逆天邪神 作者 火星引力 引雪界 兵皇圣殿 说关十二个时辰 就是关十二个时辰 禁闭气一过 封锁云车的结界顿时消失 云车一抬头 便看到穆玄英正站在自己身前 目光一如先前般冰寒 似乎这十二个时辰 从未离开过 师尊 云车从坐姿转为贵姿 我可以允许你前往冥寒天池 也可以不再逼你返回下减 穆玄英的话 让云车愕然 这十二个时辰 穆玄英所思所想 远比他还要复杂混乱得多 他态度上如此大的转变 主因便是穆冰云的话 不过 你必须向我保证一件事 云车扶手 一脸认真的道 我向师尊保证 以后会好好听师尊的话 哼 穆玄英冷哼 这世上最不可信的 就是你这句话 云车无言以对 你给我好好记着 穆玄英声音忽然变得格外低沉 以后 无论何时 无论何地 无论何人面前 何种状况 你都绝对不许再动用 黑暗旋律 最后的四个字 如惊雷般 在云车耳边乍响 他猛地抬头 一脸金色 在如今的神界 相比于邪神玄脉 天独珠 他身上的黑暗旋律 才是他最大 也最不能暴露的秘密 这一点 他很早便已清楚 相似的话 莫莉也曾不止一次对他说过 但是 他怎么会 看着云车满是亥然的脸色 沐轩音冷冷道 是不是很惊讶 我为什么会知道 这个问题 你该好好问问你自己 如果你不主动释放黑暗旋律 那么 你身上的这个秘密 便永远不会暴露 可惜 你却总是自作聪明 自以为是 云车依旧处在惊燃状态 虽然身上一直存在着黑暗旋律 但他极少极少动用 这几年间 唯一一次动用 便是在绝云深渊下 释放黑暗旋律 封堵黑暗世界的封锁结界 难道说 你可知 若发现 你身上这个秘密的人 不是我 而是其他任何一个人 你会有怎样的后果 沐轩音声音愈加冰冷 如一根根冰刺般 扎入云车的星魂 在神界 魔人是天地所不容的异端 而拥有黑暗旋律 便是魔人的象征 一旦暴露 这世上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杀你 甚至都应该杀你 就连一直对你最为关心的兵云 也定会出手取你之命 除了唐北神域 你将永无安身之地 不仅是你 你的家人 你的同族 你的师门 你所在的星界 所有与你有关的人都会受到连累 所有赶尽你 护你的人都会成为举世之敌 错可以改 可以写 罪可以赎 但魔人的烙印一旦打上 将永生永世 都是世人眼中的魔人 永远不可能翻身 你 动 妈 穆玄英的话语 一字比一字重 一字比一字冷 虽然 这些云车早就知晓 当年在封神之战 唯恨的下场 和仲介的反应 都清楚地告诉了他 魔人 在神界是怎样一个概念 但听着穆玄英的这番言语 他依旧全身泛冷 额头冒汗 没错 如果发现他这个秘密的 不是穆玄英 而是其他任何一个人 那么 他葬送的 将不仅仅是自己 还有所有与他有关的人 甚至整个拦极星 师尊 云车抬起头 用很轻的声音道 不厌恶魔人吗 一缕混着冰雪的寒风 溢入殿中 浮动起穆玄英 冰蓝色的长发 他冰眸中的色彩 多了一抹云车 永远不可能看懂的昏暗 他没有回答云车 而是沉声道 从今天开始 你要永远忘记你是一个魔人 可以做到吗 云车上身挺直 目视穆玄英 斩钉截铁的道 弟子云车在此立誓 以后无论何时何地 是生是死 绝不动用黑暗旋力 如为此事 好 穆玄英冰寒的一个字 将他的后半句话截断 当年你在心神界 至死都未动用黑暗旋力 说明你很清楚暴露的后果 你的这个保证 我姑且相信 但独视就不必了 因为那是世上最无用的东西 是 弟子会牢记世尊的每一句教诲 如果兰吉星的小妖后 凤雪你等人看到云车这般乖巧的模样 都不知会惊成什么样子 弟子 现在可以前往明寒天池了吗 云车很小声地问道 身上黑暗旋力的秘密 被穆玄英一口说出 的确让他心惊难尽 可以 但不是现在 穆玄英道 明寒天池已封闭多年 要将其重新开启 尚需一段时日 这段时间 你便老老实实地待在这里 不许离开半步 稍稍一顿 他的声音软了几分 另有一些事 我必须先告诉你 但同样不是今天 明日我再和你说起 他所指的 无疑是谐音的事 只是 他需要时间来想好 该怎么告知云车这些事 如今的东神域 和云车认知中的东神域 早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而这个变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便是云车 只是他并不自知 他亦无法预料 云车知晓一切后 会是怎样的反应 是 师尊 云车恭敬道 我再说一次 不许再喊我师尊 穆璇音音调重新冷起 自你当年亡身心神界那一刻 便已不再是我穆璇音的弟子 我现在的弟子 只有飞雪 云车神色暗下 轻声道 在弟子心中 你永远都是弟子的师尊 哼 穆璇音冷冷一哼 刚要罗列他各种不听话的罪状 忽而 他的冰眸之中 现出一抹不正常的蓝光 随着这抹蓝光的浮现 他美眸中的冰寒 无声化作 一汪迷离的水雾 他转过身 轻轻而语 彻耳 你就那么希望 我是你的师尊 穆璇音的那声冷哼 让云车全身领起 正准备接受训斥 但 随之传入耳中的声音 竟是悠悠绵绵 如气如素 他正然抬头 视线中血沿妖绕满意 发出声音的唇瓣 如含苞土蕊 娇美媚 似笑非笑 正看着他的眼眸 没有了一丝刚才的冰寒 而是水雾萌萌 如意着烟波 云车双目 顿时称直 平常在穆璇音面前 云车的心中 有着极深的敬畏 那种不敢直视的敬畏 但此刻在看他 一样的容颜 一样的血衣 一样的身段 但那凹凸起伏的曲线 不知为何变得无比勾人 让人血脉纷 身上每一个部位 每一寸肌肤 都在释放着 如妖如魔的致命诱惑 就连上一息环 冰封万灵的眼眸 都变得那般勾魂夺破 让他顷刻间 口干舌燥 心跳加速 他的目光 在穆璇音身上 足足定了数息 全身血液 不受控制的燥热窜动 忽而 他全身一个机灵 终于回过魂来 闪电般地把头捶下 心中一阵身影 他又变成 那个样子了 你 真的那么希望 我永远是你的师尊 面对心乱捶手的云彻 他再次问道 同样的一句话 声音却愈加绵软 让云彻的身体 都酥麻了一半 他不敢抬头 有些尖色道 师尊 永远都是弟子的师尊 哦 是吗 他抬步向前 缓步走近 临近云彻的 却不是冻结一切的寒气 而是一股幽香入魂的相风 站在云彻身前 他唇扮清明 当年在阎神界 你可是在我的身上 尽情泄完了一天一夜 弄得我全身都是你的味道 那个时候 怎么不见你 当我是你的师尊呢 AA警号人民币百分号 近在咫尺的声音 婉转低迷 如龟踏土院般 辽荡心魄 而他说话的话语 让云彻的脑海一阵嗡鸣 不知所措 当年在阎神界的大错 云彻也是出于无奈 穆璇因将他抓回后 从无提起此事 他也从未提过半字 彼此只当从未发生过 而现在 他却忽然主动提及 而且用语 露骨到云彻 都有些不堪承受 看着云彻那明显猛了的样子 穆璇因唇角的弧度 愈加魅艳 他缓缓地矮下身来 欲言靠近云彻的耳边 焦花式的唇瓣 几乎碰触到了云彻的脸颊 轻起间觅出最新的芬香 在夏季这些年 你和你那些妻妾 日夜巅缝倒乱 荒淫无度 怎么在我面前 就变得这么胆小如鼠了呢 我就这么让你害怕吗 当年在阎神界的胆量 哪里去了呢 云彻双眼发直 慕璇因的耳语 他几乎一个字都没有听清 因为随着他身体的腹下 胸前血衣自然垂落 两团过于饱满的酥软血脂 加起一道血淫深邃 石骨销魂的沟壑 满满地落入云彻的视线之中 随着慕璇因的耳语 虽只是很轻的动作 却引得两团太过饱满软润的血脂 颤颤巍巍 全身所有的血液 几乎在一瞬间被全部引燃 心中不受控制的启念横生 但他女人方面的阅历 毕竟丰富非常 死死按捺住自己的意念和双手 但身体 却因意志地挣扎 而无意识地失去平衡 猛地向前一倾 顿时 他感觉自己整张脸 都埋入了一团松软肥沃的预知之中 五官深深陷入 那一瞬间 他感觉自己的意志飘飞 全身更是一下子被抽空了所有力气 酥软得如在天堂 慕璇因身躯一将 美眸一凝 然后又缓缓眯起了起来 微泛起危险的魅光 彻尔 他没有 马上把云彻推开 一根玉纸轻轻轻点在了他的胸口 看来 我倒真是低估了你的胆量 哄 阮语如梦 绵绵在耳 却在这时 忽然响起一阵巨大的轰鸣声 一个低沉 带着冰冷怨恨的女子之音 也从遥远的空间传来 云彻小儿 滚出来受死 慕璇因动作停滞 某中的魅光 一瞬间化作 比冰玉还要冷册的忧寒 和杀意 本章完 第1419章 针锋相对 小说 逆天邪神 作者 火星引力 如一盆冷水当头浇灵 云彻全身一击灵 一下子清醒了大半 附在脸上许久的绵软缓缓一开 近在咫尺的疗心幽香 也化作了彻心刺骨的寒气 慕璇因缓缓抬手看向远方 半眯的冰眸 折射着无比害人的寒光 让脑袋 还在嗡嗡响的云彻全身一紧 彻底清醒过来 然后半天大气不敢喘 这是第一次 云彻在慕璇因身上 感受到如此可怕的冰寒与杀意 刚刚想起的声音 应该极其遥远 但却带着可怕绝伦的威亚 而更可怕的 是这个声音 分明喊出了云彻二子 云彻心中无法不惊 怎么回事 自己才刚刚回到神界 还做了完全的伪装隐匿 知道自己还活着的 明明只有慕飞雪和慕璇因 慕璇因最多只会告诉慕冰云 而他们绝无可能将这件事泄露出去 到底怎么回事 而且这个声音 云彻小儿 我知道你还活着 立刻滚出来受死 不要逼我踏平这银血剑 又是一阵天外惊雷般的声音传来 明明无比遥远 却震得云彻血液翻腾 树膝才缓了下来 以他的实力尚且如此 可想而知 这个声音的主人 何其可怕 兵皇神宗 更有不知多少年轻弟子 被这个斜着恐怖旋律的声音震伤 随着气血的平息 云彻的眉头猛的一跳 他忽然想起了 自己在哪里听过这个声音 四年前的玄神大会 他和洛长生的问鼎之战 他多次听过这个声音 洛长生的姑姑兼师父 公认东神域王界之下 第一人的洛姑邪 封神之战 终归是小辈之战 长辈断不该出手干涉 何况一个至尊神主 洛姑邪出身圣女界 却又不属圣女界 但他的实力之可怕 要凌驾于东神域所有上位界王之上 无人敢惹 而他性情孤僻 也从不会去招惹别人 在神界 孤邪仙子洛孤邪 与剑军军无名 是东神域当时的两大神话 皆是孤身独行 不属任何星界 也不受任何束缚 但 就是这样一个万灵仰望的 世之尊者 竟在封神之战 为护落长生 在东神域最神圣庄重 最不能乱来的骤天界 像一个只有神灵境的小背下手 还是死守 哪怕此刻想来 任何人也都会深觉不可思议 诸多神帝在场 也无一人来得及阻拦 因为他们同样做梦 都不可能想到 洛孤邪这等人物 竟会做出此等之举 或许唯一的解释 就是 洛长生是他毕生最大的骄傲 他对其的爱护 到了极端扭曲的程度 更匪夷所思的是 他的亲自出手 却没能伤了云彻 反被云彻以残余在身的天道之雷 当着所有人之面 将其一瞬重创 这对洛孤邪而言 无疑是大到任何言语 都无法形容的耻辱 这个世上 基于云彻身上秘密的人很多 包括千叶盈 也是如此 但 恨及云彻 最想杀了他的人 毫无疑问是洛孤邪 恨到 哪怕他 身居士之最高尊位 也必亲手将他碎面 若他知道 云彻还活着 且身在银血界 他会立刻亲身感知 这一点 任谁都不会意外 至尊神主 东玉玄道第一人 被一个神灵后背 当着世人之面重创 这样的奇观 亘古未有 这样的耻辱 同样亘古未有 但问题是 云彻牙齿缓缓咬紧 若真的是洛孤邪 他为什么知道自己还活着 又为什么知道自己 就在这里 而且 圣羽界与银血界相隔遥远 哪怕以神主的极限速度 要赶来 也需要相当之长的时间 而自己回到银血界 才一天多的时间 他不仅知道自己 身在银血界 且很早就知道了 到底是怎么回事 师尊 他看向沐玄英 却发现 他的脸色冷得可怕 一阵寒风袭来 木冰云匆匆而至 急声道 姐姐 有人闯入 就在冰皇界外 而且 是洛孤邪 沐玄英冷冷地道 什么 木冰云明显大吃一惊 洛孤邪 这虽是个女子之名 却象征着冬裕第一人之名 带着无与伦比的威慑力 真的是她 木冰云眸中的凝重 比方才沉重了十倍不止 可姐姐应该并未见过她才对 我记得她的声音 木冰云幽声道 云彻 木冰云眸光威智 可是她为什么会知道云彻还活着 云彻 除了飞雪 还有谁知道你还活着 云彻摇头 我是从蓝吉星 以冰云公主当年所赐的次元时 直接返回了银雪界 中途未踏足过任何地方 而且样貌 声音 气息 都做了伪装 回到圣殿后才泄去 除了飞雪 绝无人知道是我 说话之时 她在脑中快速回想了一番 踏入银雪界后的画面 忽而 她的眼瞳剧烈颤荡了一下 难道是 不 不可能 绝无可能 云彻的气息 忽然出现了轻微的紊乱 木悬音看她一眼 却没有追问 木冰云并无察觉 兵没紧促 大长老以前去交涉 姐姐 你速将云彻封入结界 绝不可 被洛姑邪察觉 云彻已死是当年 骤天亲口认定的事实 洛姑邪纵然不知 从何处得到什么风声 也定无法确信 要将之眼过 应该并不难 不 木悬音道 洛姑邪纵然恨极彻 但以她的身份 若不是得到了足够确定的消息 又岂会亲身来此 木冰云目光一宁 很好 木悬音声音沉下 当年的账还没清算 她却自己送上门来 好得很 云彻 当年的账 啥 冰云公主不是说 她没见过洛姑邪吗 木悬音的话 让木冰云眸光俱当 迅速伸手抓住她的血衣 姐姐 你要做什么 她是洛姑邪 不必担心 木悬音默然道 既然来了 那我就亲自去会会她 刹 你随我一起 这句话一出 把木冰云和云彻 同时下了一大跳 木冰云抓着木悬音的 御手猛地收紧 姐姐 你说什么 哼 记忆暴露 再藏着掖着 也毫无意义 木悬音道 而且 待她知晓了 谐音一事后 你觉得 将她潜藏 还有意义吗 木冰云没有说话 抓着木悬音的手掌 缓缓松开 云彻一脸愕然 谐音 什么谐音啊 另一方面 木幻之 已亲自带着一众 长老公主 火速前往声音来源 一出冰黄界 看到那个傲立空中的 女子身影 无不是面色即变 落 姑 邪 一个别说她饮血界 就连众上尉星剑 都绝对惹不起的人物 木幻之强定心神 向前不卑不亢的道 原来竟是姑邪仙子利林 如此贵客 我等未能远迎 实在是失礼 不知 少给我假惺惺的废话 落姑邪目光冰冷 一开口 便带着骇人的煞气 而能激起她如此煞气者 估计也唯独云彻 毕竟 那是她平生最大的耻辱 虽然是她自找的 马上把云彻交出来 她冷冷地道 不要考验我的耐心 木幻之苦笑 姑邪仙子 云彻的确是我宗弟子 但 她已于三年前 亡生于新神界的谐音之难 这件事天下皆知 莫非 姑邪仙子近年都在闭关 所以未有耳闻 木幻之是真的不知道 也真的猛 落姑邪缓缓抬手 刹那间风雪凝固 一股危险的气息 在天地间溢散开来 你的确没资格知道 更没有与我对话的资格 叫你们的宗主出来 马上 木幻之面容变动 谨慎地劝道 云彻已死之事千真万确 东神欲任何一人皆可为证 姑邪仙子 一定是哪里搞错了 要不 真是过躁 未等木幻之说完 落姑邪双目眯起 手掌猛地甩出 落姑邪的动作 让冰皇众人大惊 全部适口喊道 大长老小心 面对落姑邪这等可怕人物 木幻之自然是时刻精神紧绷 落姑邪手掌抬起之时 他瞳孔一缩 身体如崩到最紧后 忽然释开的弹簧 瞬间后扯 呼 一阵狂风从他身前呼啸而过 激起他半身冷汗 还敢躲 落姑邪的脸色微微一沉 论辈分 他还要在木幻之之下 但木幻之将他的一掌仓促躲开 在他眼中却视为不静 抖声韵怒 一掌抓出 杀 一道掌印 瞬间横穿空间 印在了木幻之的胸口 速度之恐怖 哪怕木幻之再快上十倍 也断无可能避开 他全身巨震 后背突出 脸色刹那间变得惨白一片 然后如残叶般横飞出去 身后拖着一场长长的血线 木幻之是银血界仅有的两个神君之一 神君之力强大无匹 万灵敬畏 但他面对的 却是一个真正的至尊神主 在这当时最高层面的力量面前 强大的神君 却简直堪称不堪一击 大长老 重兵皇长老 公主 都是骇然失色 而就在这时 一道蓝影闪现 出现在了空中 他手掌伸出 轻轻一扶 顿时 木幻之倒飞中的躯体 缓缓停滞 身上的狂暴距离 也被层层卸去 木幻之脸色苍白 全身站立 刚才 他感觉自己 在死亡边缘走了一圈 他很确信 若不是身上的力量被卸去 他的伤势 要比现在崇尚十倍不止 宗主 他在伴中败下 身体在创伤之下 不断摇晃 去疗伤吧 木玄英背对着他 冰冷的目光直钉落孤鞋 这里没你们的事 全部退下 不得靠近 是 木幻之手捂胸口 身躯沉下 但老木中 却满是后怕和担忧 众长老公主不敢抗命 但他们退离之时 也无不是心中担忧惊惧 因为 那可是落孤鞋 你就是饮血借王木玄英 落孤鞋冷淡的目光 扫了木玄英一眼 嘴角似笑非笑 倒是生了腹好皮囊 也难怪那么多借王 对你念念不忘 本章完 第1420章 魅英神女 小说 逆天邪神 作者 火星引力 落孤鞋的言语 让人听不出是讽刺还是嫉妒 木玄英却是毫无反应 冷冷地直呼其名 落孤鞋 你饶我兵皇剑 伤我弟子和长老 本王可视为 你在挑衅吗 挑衅 落孤鞋嘲讽一笑 你觉得 一个小小的银血剑 配吗 木玄英 不过你放心 约有头债有主 我落孤鞋从不屑欺凌弱者 更不屑祸及他人 唯有云彻 非死不可 落孤鞋缓缓伸出手来 一股无形威压照下 给我把云彻拎出来 你们所有人都可安然无恙 我为直接入你宗门拿人 已是给足了你们饮血借面子 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 那可真是好大的面子 在落孤鞋逐渐释放的威压之下 木玄英毫无所动 声音透着骇人的忧冷 她的确就在我饮血见 你想要见到她 可以 哦 落孤鞋目光微动 算你还是抬举 不过 先回答我一件事 木玄英的预言上 依旧看不到一丝神情 是谁告诉你她在此处 哼 落孤鞋像是听到了一句笑话 冷淡一笑 就凭你 还没有提要求的资格 我给你实习 实习之后 若是你不交出云彻 就 要 怪 我 最后一句话 她每一个字 都透着沉重的威慑 但 让她意外的是 在她外放的威慑之下 视线中的银血借王 竟是毫无动容 就连铜光 都没有半点 应该有的色缩颤荡 反而饮运着 似乎能穿刺灵魂的寒光 嘻嘻嘻 就在这时 一个悦耳无比的少女笑声 毫无预兆地响起 不见其人 亦无气息 这个声音却是近在耳迹 然后又似有着无法理解的魔力 在耳边 魂间久久绕洞 爹爹 这里就是银血界 全都是雪 真的好漂亮 哼 这是一个男子的声音 远比少女之音平和厚重 但却没有那种诡异的绕魂感 亘古冰雪 自然美不胜收 说起来 为父也是第一次来此 随着男子声音传来 他的气息也出现在 洛姑邪和沐玄英的灵觉之中 沐玄英的冰霉微动 而洛姑邪 却是猛地转身 双目闪过一芒 很快 两个人影出现在了他们的视线之中 男子身材高大 一身蓝衣 明明分外温和的面容 却是引着至高无上的威严 让人再不敢看第二眼 他无论出现在何处 无论至于何方天地 任谁看到他 都绝不怀疑他定是俯视的帝王 只可惜 他的临时之姿 却被他身边的女子 完完全全 彻彻底底地压下 那是一个看上去似乎二十几岁 又似乎只有十几岁的少女 黑色的眼瞳 黑色的长发 黑色的衣裙 他长得极美 又美得极其妖艺 发丝漆黑如夜幕 在盛白的飞雪中 分外的醒目 一双眼同异常的幽黑 如无底的深渊 随着眼波清零的一动 闪烁着淡淡的黑光 本就白皙的脸 被他黑色的长发 与黑色的裙长印的 更是欲白无瑕 看着无尽的飞雪和飞雪中的人 他精巧的唇角微微勾起 笑意似唇真 又似魅惑 明明相悖 但在他的身上 却呈现着妖艺的和谐 高大男子淡淡而笑 彼人流光界水千恒 不请自来 冒昧叨扰 还望勿怪 这个蓝衣男子 赫然是流光界界王水千恒 沐玄英微微汗手 淡淡而语 流光界王和媚英神女 如此贵客清零 为我饮雪之幸 何来怪罪 黑群少女向前小步 行一个晚辈之礼 晚辈流光界水媚英 见过饮雪界王 说完 他抬起头来 很认真地看着沐玄英 眉而弯翘 媚英很小的时候 就听娘亲说 饮雪界王是东神与北方最美的女子 今日见到 其实 要比娘说的 还要好看很多很多 媚英 不得胡言乱语 水千恒开口 却并无怪责之意 沐玄英微微汗手 并无回应 但他的目光 却是在水媚英的身上 停留了足足三息 作为最强三大上位星界之一 流光界之名 一直响彻诸神界 但也有着万年老二之名 始终被圣语界压过一头 而就在今年 流光界的升威 第一次超过圣语界 成为重上位星界之首 非是圣语界忽然示弱 恰恰相反 经历骤天三千年 骆长生成就了七级神主 震动了整个神界 成为了圣语界的无上荣光 但 骆长生的金氏神话 不是唯一的 甚至不是最金氏的 与之同时的 是流光界出现了一个水媚英 同样成就了神主近七级 而且 是觉醒无垢神魂的七级神主 同时 他的姐姐水英月 也超越预期 成就了五级神主 让流光界在一夜之间 一下子多了两颗 无比要式的星辰 圣语界这一代有落长生 同龄之下 比以往任何一代都要耀眼 但偏偏 隔壁流光界 却出了一颗更加的耀眼的 而这个如今被举世瞩目的天之娇女 却是这个时候 来到了银雪界 还是与他的父亲流光界王一起 水千恒 你爱做什么 对于水千恒来到银雪界 任何人免不了会惊讶 若姑邪同样如此 但随之 他隐隐猜到了什么 脸色烧沉了下来 水千恒但笑依旧 谁某 听得一个奇怪的传闻 云彻当年并未亡身谐音之下 而是依旧在世 并栖身银雪界 云彻与小女媚英早有婚约 此事四年前便天下皆知 既闻此讯 自然该前来一探究竟 沐玄英 倒是姑邪先子 为何会在此处 水千恒笑呵呵地反问道 同时眼角 瞥了水妹英一眼 心中一声叹息 哼 面对一派和气 显然不想 搞事情的水千恒 洛姑邪却是一声 毫不客气的冷笑 我为何会在这里 你当真猜不到吗 水千恒眉梢一动 依旧面带微笑 看来 姑邪先子对当年之愿 依旧心怀芥蒂 不过 云彻终究只是个后辈 你姑邪先子 在当时何等地位 又何必 与一个后辈一般见识呢 虽然水千恒是流光界王 但他显然不想 和洛姑邪闹崩 这个世上 不到万不得已 也没有人会愿意 得罪洛姑邪这等人物 王界之下第一人 这个称号的每一个字 都带着极强的威慑力 与压迫感 他为了不更加触怒洛姑邪 没有直说 当年 是他卑劣出手 欲杀云彻在前 所有的耻辱 都是他旧由自取 字字都极尽委婉 但 他得到的 依旧是洛姑邪的冷眼 那我若是不肯呢 你待如何 水千恒微笑道 云彻和小女 毕竟有婚约 将来便是我 刘光界的女婿 此事 相信姑邪仙子也早就知晓 今日既如此凑巧再次相遇 便请卖我水某一个面子 如何 改日 水某定会另行败献 卖你面子 哼 那谁来卖我面子 谁来洗我当年之耻 洛姑邪非但没有就此退步 神情却愈加阴沉 甚至危险争宁 有人护着云彻 只会让他更加怒恨 面对洛姑邪 水千恒已是三番软语 他的脸色沉下 声音也变得刚硬 既如此 那便没什么好说了 我今日亲自来此 除了确认他的生死 另有一事 便是将他带回流光界 所以 你若是想解决此愿 以后怕是要去我流光界了 是吗 洛姑邪双手抓起 那我倒要看看 你有没有本事 带着活的云彻离开 哄梦 天地之间一声闷哼 飞雪暴乱 洛姑邪的身后 出现了一个如无尽深渊般的可怕风悬 他的衣袍一拳不鼓起 一瞬间 周围千里雪域狂风暴起 司空裂地 你 水千恒脸色稍变 眉头大皱 水妹因强行拉着他来时 他还各种不以为然 断然没有想到 洛姑邪竟会对当年之辱 记恨到如此程度 不但当真亲临饮雪界 还连他堂堂流光界王的颜面都丝毫不给 甚至说动手便动手 简直跟施新风一样 他自认不是洛姑邪的对手 且他们若真的交手 饮雪界必成巨大灾难 他刚想在说些什么 身边 一只安静的水妹因 忽然是怒而出声 洛姑邪 当年明明是你不要脸面 出手要杀我的云彻哥哥 才反受其辱 现在居然要把一切都归咎到云彻哥哥身上 什么姑邪仙子 根本就是个不讲道理 更不要脸皮的老妖婆 洛姑邪还未有什么反应 水千恒已是吓了一大跳 急声道 妹因不许胡言 哼 水妹因鼻尖一翘 爹爹 我们不用怕他 有我在 你一定可以打败他的 哼 水千恒 你真是养了的好女儿啊 洛姑邪笑了起来 但笑意之中 却带着足以催心的危险气息 他的目光盯向水妹因 然后忽然正住 他看到了一双无比幽暗的同眸 然后 这双幽暗同眸 竟在他的眼前快速放大 靠近 逐渐地填满他整个视野 将他所有的一切都吞没 埋葬其中 眼前一片无尽的黑暗 黑暗之中 又有着无数的黑碟 在无声起舞 洛姑邪目光撑直 身体摇晃 身后的风旋 忽然混乱地扭曲起来 呼得 他全身聚颤 双瞳 从黑暗中恢复清明 浮起一抹深深的亥色 他的双目 亦是闪电般 从水妹因身上移开 以他王界之下无敌的实力 竟在不敢直视他一眼 好一个无垢神魂 好一个妹因神女 今日 我便来会会你们妇女 气氛陡然紧绷 一触即发 而就在这时 一个忧远而冷漠 如来自室外天雀的女子 声音徐徐传来 洛姑邪 你当真 要在此动手吗 本章完 我便来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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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